白色衣服的阿伯骑着机车想要左转 但他不去旁边的带转去带转 反而是先停在路中间一步步慢慢撸 荒唐的鬼切行为让路过的车子见状 吓得纷纷闪避 再换个角度看 号制灯明明显示红灯 但阿伯眼看没有来车 油门一催就往前冲 差一点就被刚好开过来的轿车给撞上 事件就发生在15号下午4点多 阿伯骑车行驶花莲中央路跟和平路口时 不得没有依照两段式左转 而且完全不顾路上的车流量大 想穿越就穿越 画面曝光后网友纷纷痛批 到底是谁给他的勇气 根本是移动是神主牌 而在同一天早上 这个路口才发生一起严重车祸 当时料性驾驶开着货车 要左转到和平路一段时 没有注意到后方的机车歧视 一转弯直接撞上 导致歧视当场喷飞 所见骑士送医后没有生命危险 但由于这个路口车流量非常大 又临近果菜市场 因此才会设置机车两段式 以及加设人形庇护导 就是希望可以把车祸事故的伤害 降到最低 三星文旅渊黄士涵 画链赛网报道 一张的赵 算机车移动